繼續帶您關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鈔票滿天飛的情況呢 台中市有一位陳小姐她說在一家KTV的門口 發現千元大鈔滿天飛 她一個人就撿了有40張的千元鈔票 不過她誠實地將它送交警方 我們請記者朱顯明告訴我們最新的消息 好的 您看過40張的千元大鈔路上滿天飛的景象嗎 在台中市的一名陳姓富人她真實碰到了 因為當時她開車經過一家KTV的門口的時候 突然間看見了好多好多的千元大鈔在空中亂飛 她原本以為是印有鈔票圖案的宣傳單 她好奇下車一撿一看 才發現全部都是真鈔 因此她一口氣撿了40張千元大鈔 總共是4萬多塊 不過這名富人她並沒有把她吞下來 她是把她交給了警方代為認領 而她說做夢也會笑 因為她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景象 但最後還是把她交給了警方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監視器的畫面 可以看見這名富人相當老實 把這些滿天飛的千元大鈔綁成了一捆 交給了警方 同時還做筆錄 不過她說開車吃飯會撞到這樣子的一個騎士 千元大鈔在大馬路上滿天飛舞 讓她相當的好奇 而更奇怪的是許多的車輛路過之後 都置之不理 就連附近的這個KTV還有商家都沒有人發現 只有她撿到了4萬多塊的大鈔 全部都交給了警方 不過根據警方的調查 千元大鈔全部都是舊鈔 不是連號的新鈔 有可能是民眾在KTV消費之後 酒醉的把千元大鈔滿天撒不自知 因此也呼籲了調查的民眾趕快來認定了 主播